那么诸姐既然是替代插帽的 那我们去替代一下 你会发现啊 刚才我们在配置文件中看 从这儿到这儿 配置的这么多东西 就要通通的干嘛 都删掉了 都删掉了 这是我们要做的目的 好 那来 我先搭一个环境 把刚才的代码 直接干嘛呀 复制一份 给咱改个名 叫b下发现 Anno 对吧 Annotation吧 写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不变 是不是一模一样 先放到这儿了 然后呢 测试类的话 我们稍微给它改一点点 因为以方便过会提示的时候好看 好 来 行了 然后呢 改完 这个出错的 我是不是先住掉 这点就信息就行了 然后放到这儿 然后呢 来 插面打开 插面打开的话 里面的实线类 我们改成正常的吧 user什么 service 最后一个 这儿 买 aspect 最后一个 对吧 还有吗 这儿 这个包 这个包 这个类 给这儿一盖 炸是不是就写完了吧 看一下没问题了 好 没问题以后呢 来测试打开 测试打开 这样就变成 A ANNO 对吧 那么打开 然后呢 把这儿先 剪切一下 好 前面删掉 好 没问题 好了 直接运行 效果应该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就对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 好 看完以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替换了 替换的信息量挺大 对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替换 我想一下今天怎么样给你们做笔记 有昨天学的 有今天学的 所以为此我们先一点一点来 我们都说要进行替换了 你是不是首先要把这俩的家伙给替换掉 所以我准备这么做笔记吧 首先我们先把替换B 替换B 这是不是第一组替换吗 好 那第一组替换的话 就这点信息 我是把它拿来了 把它要 把它俩要替换掉 那这是昨天学的 好 那么这是 被替换的内容 我先放到这儿 好看一些 好 那么我们后面该怎么写 对吧 我们采用 是不是 注解的方式 是不是 就别写这么复杂了 就把上面给替换掉 怎么写 还记得不记得 对吧 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 先把玩 就这句话 你是不是要把它替换掉 说明 你是不是要再去给他添加一个注解了 那么给他 给谁呢 是不是给这个实线类 找着实线类 找着实线类 是不是要给实线类上面加上一个注解 加谁 我们现在是不是service了吧 那为此 这儿是不是加一个service 这样是不是就搞定了 那么service的话 是不是我们以后要用 有个名字 呃 配置文件呢 看 你这儿是不是应该有个名字吗 为此 你到这里来 是不是 这样一替换就行了吧 啊 那么好 这是第一块 啊 今天我就这么玩 我 我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一件 来 这是替换一个 我们是不是要替换第二个了 那替换第二个的话 你看清 他的名字 替换一个 我们是不是就过去删 删了 替换一个就删了 然后再替换一个 看清 这还是比 那还是比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打开我们的通知开始替换了 哎 问题来了 在这写什么 那么我们去看清 外部层 他不是 service 也不是 deal 也不是 我们是不是就剩下最后的一个 我们是不是就叫组件 还记得吧 好 为此 到这里来 component 这是不是写完了 来 我们的组件 看一下 你组件是不是有名吧 但其实 有没有 无所谓 回后告诉你 为什么无所谓 你写上也行 不写也行 为此 这点信息是不是 删掉了 这就替换完了 那么好 但替换完了 还没完 我们是不是一定注意 你是不是要扫描一下吧 注意 你要去扫 扫描 那么好 来 我们去配一下扫描 那扫描有意思了 扫描有意思了 你这点东西是不是不够用了 我习惯于顶着下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好看 到这儿来 你会发现 这是不是我们要添加这么多东西了吧 复制过来 那么你要配置扫描 首先 那你就要配一下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这个样子有了 对吧 来 接着扫描 那就是第一点 那我们叫做扫描 扫描所有的什么样 注点 好 为此 来看一下 contest 扫描 扫描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配过来 包 是不是直接站过来就对了吧 好 为此 就这么多信息 好 来 这样玩吧 放到一起 好 重新来 好 好看一些了 来 这儿呢 就第一项内容我们去写了 替换B就写好了 对吧 那么第二项 我们继续写 那么该是替换T 替换AOP 这次是不是要跟今天学的东西挂钩了 好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去学一下 对吧 好 那么往下走 你会发现就留这么多东西 好 到这儿来 那么到这儿来的话 该替换了 那么一点一点 这个家伙 AOP编程 不用替换 直接用就行了 来 接着 下一件一会儿 这儿 这是什么东西 那么等会儿 我要删了 这些不要的 我是不是就删掉了吗 删掉 那么好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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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都是 暂时性先 只要留下的 我们说明 现在还要 没删掉 回头我是不是都要删掉的吧 说这个没用 没用我就干嘛呀 删掉了 删掉的话 那么我们就捋一下 我们现在还剩下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要把他给配了 这这这是不是要 我们我们说说说说的这个大白话的话 他是不是要去 叫一个叫切面类 他记得不记得 啊 所以那么来 这是下一件事 叫做替换 替换切面类 那么好 那么替换切面类的话 以前的代码是这个样子的 得 那 重新来啊 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他的话 好看一些 然后呢 来 我们替换一下 替换的话 我把它删掉了 你看 他 他 是不是最终 是不是要去找我们 那个切面类去了吗 啊 那么 那么到这里来 你要在这里 写什么 阿斯 Bact 那么好 之前我说过 你上面不是有个名 不用写名 因为大家是不是都在同一个类上面了 好 所以这是他的样子 因为大家作用的是同一个类 加了谁 加了他 自己看清了 这一件替换 你也就替换完了 这个叫替换切面类 还是别说了 叫做声名什么 声名切面 对吧 那么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切面 所以我们想了 这件东西你也就替换完了 好 那么替换完 我们又删了一部分东西 好 那么删 那接着这句话 暂时性我们删不了 暂时性我们删不了 就不删了 不删的话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前置通知了 好 前置通知 我们可以做 好 怎么写 那么写他的话 那么到这里来 这儿将会写下一个 after 对前置写错了 before B E F O R E 别写错了 一共有两个呢 我们是用上面的吧 写到这儿 写到这儿呢 它里面要写一个表达式 那么要写一个表达式 那为此 我们刚才乍是不是已经有表达式了吗 我就把表达式扶植过来 好 那么替换完 这就是你刚才的前置通知 当然 它替换的是谁 可不是这句话在座的 可不是这句话 它替换的是这个写法 我给大家复制下来 看清 是这个写法 把这一块去掉 把谁给加上 把它给复制上 这是不是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叫私有的那种情况 还记得这个事吧 所以来 复制过来 那么好 来 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替换 叫做前置通知 这叫替换前置 前 前置通知 好 所以我们呢 这里面是代码 下面是替换的样子 好 那么我把它给什么 这儿去掉 这是你所看到的前置通知 就是把这个家伙给替换掉 对吧 怎么还是 不够是吧 这儿有空格 还是不行 就这样吧 好 那么来替换完了 把它移上去 移上去 那么回到这里 这句话也替换 那么我们在这儿描述一下 那么切 听我说的话 切入点 切入点当前有效 这是他的意思 好了 替换完了 那么当你把这些事 都写完以后呢 你会发现 你的整个程序跑一下 跑一下 对吧 我们实验实验 好不好使 对吧 来右键直行 等会我先检查一下 这里面都注写 都注写掉了吗 没问题 来运行一下 最后你会发现 运行完什么呀 前置民用 那么因为 这儿又缺了最后一件事情 当你扫描的时候 它只能让它生效 可是下面的切入点 就是切面这个 和这个前置通知呢 什么样 都没生效 所以你为了 你必须再做一件事情 你要 你要再做第二 在这儿 就是第二件事情 干嘛 那么你要确定什么 确定我们的什么 AOP的注解 它要什么样 生效 AOP的注解 要生效 为此在这儿 怎么写 AOP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 aspect autopart 就是自动 看 aspect 将会自动的干嘛 代理 所以它就会把那些东西 都给你扫描一下 然后去做事情 好 那么这个价格 必须加上 所以为此 我们必须在注解的这儿 就是AOP 编程的最前面 你要加一句话 那么你必须进行 aspect 自动代理 自动代理 所以这句话 你要写上 就是这个 好了 来 那么这点信息 你先把它加到这里 好了 那么整个写完 我们再运行 效果就已经OK了 这是我们替换后的结果 前置动之士 就搞定了吧 那么这儿就行了 那么我们替换一个 我就删一个了 回头 前置动之是不是就全删掉了 前置动之删了 好 那么前置动之删完以后呢 我们接着再来配下一个后置动之 那么要配后置动之 给大家建议是前置动之干嘛 注释掉 好 那么好 我要去配他了 但配他的话 我这次呢 就希望配的跟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一样一样的 就跟以前的这个样子 就要配成这个样子 行不行 不行 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表达式是不是只是当前有效的 好 为此我们到这儿先做另外一件事情 声明 声明公共的切入点表达式 就是切入点 切入点 来 再做这件事情 好 怎么写 他有这样的要求 首先 随便写一个方法 比如说 我的名字叫 mypanta什么 cut 这是随便写个方法 看清了 好 那么随便写个方法的话 然后呢 在这里面加入一个注解 就叫做panta什么 cut 然后呢 在这儿 干什么呢 去写上一个值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谁给复制过来呢 这句话 看清啊 这句话可以复制过来 那我问一下 我把这句话复制过来 是不是表达式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再歪加上 我诈是不是有个方法名 方法名就等价于谁呀 ID 为此我们现在就已经做了下一件事情 公共的 就跟上面的这句话是完全等效了 好 来 写完了 那怎么用 慢慢来 先放到这里 复制加放到这里 那我们进一步替换 声明他替换 那么在这儿 我们再来替换 这叫替换的是什么 替换的是我们的公共的切入点 好 那么替换的内容长这个样子 来 这儿去掉 对吧 这是我们以前写的替换的内容 就一块一块的 你自己有个印象 好 那么接着来 那接着来的话 那么替换掉 那替换成什么样的 来 这儿就删了 删了 那么替换完 替换成什么样的 替换成这样 这个方法随便写 方法名 随便写 公共的 好 来 那么这只是替换完 我们还没有用 那么接着我们去用一下 所以 那么回到这儿来 回到这儿来以后呢 我们再接着替换 谁啊 后置 那后置的话 它是这么玩的 来看一下 and 什么 after 然后呢 retain 写完 好 写到这儿以后 别急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写到这儿以后呢 你这儿的方法名 方法名 当前是不是方法名 已经有了 接着往下走 方法名 也有了以后呢 我们在这儿要有切入点 还应该有一个什么 返回值 那为此 你到这里来 好 切入点 那么好 它这儿就有一个叫value 那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你应该清楚吧 我不写 默认值是不是就是value 对吧 那好了 来 往下来 那么它应该有个value 语法规定 默认的就是value 你不写的话 value写谁 方法名 这么写 你这么一写 就相当于把它 是不是就 就替换过来了 这就行了 然后我们这儿 是不是还有个参数名 为此来看一下 参数名占有叫retain 等于什么 ret 完全替换 看明白了 这就跟谁 完全等效了 这句话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句话 那么我们这次叫做替换什么 替换后值 以前的代码是这个样子 这是以前的写法 那么现在呢 替换完以后呢 占了 那这块东西 放上去了 那这条东西就直接删了 就删的基本上就没了 对吧 为此替换完的样子 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来自己看清楚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删掉 好 最后来上一张图 这块再确定一下 这张图 看清 看清方法名 是不是直接写过来了 就相当于引用 相当于引用 自己知道一下 好 为此 这就是替换 这儿 我们加上一张图 再来说明一下就可以 好 搞定 那么替换后置 你也就替换了 剩下的 我觉得它就应该属于什么 就是差不多应该 能对比 谁来看 看样子了 就是支持点 即使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看它 往这儿来 你看 接着的话 这一块家伙 它是不是叫环绕了吧 那环绕是不是叫around 然后呢 需要有个方法 需要有个切入点 所以为此 方法就是它 上面注视点 方法就是它 所以到这里来 and 那么around 然后呢 你在这里 直接写谁啊 表达式 是不是把表达式复制过来 是没问题的 或者是直接写什么 方法名是不是 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我把这儿 必须要知道 value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前提是 只有一个参数 如果有两个参数 以上 就必须声明式的写谁啊 value 这是注解的用法的特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点 也提一下 因为此处我们不用 但以后你们难免会用的 value如果后面 它是一个数组 你要跟着是什么呀 大括号 但只有一个值的时候 大括号是可以省略的 多个值 大括号里面写的是 一动画二动画 写就行了 对吧 注解的东西 你要会 那么提一下 来 这条信息也就写完了 就用这一个注解 我们是不是把下面的 这句话 是不是就替换掉了吗 所以来 套哪去了啊 等会儿啊 我们复制一下 那么我就继续写 这叫替换环绕 啊 替换环绕 那么先 以前的代码 好 来 现在的替换替换完了 那么我们把上面的代码 就直接干掉了 好 那么 来 这儿没什么问题了啊 那么 放到这里来 就是加了一个注解 其他 其他没有写了 好了 那么这是他 来 写完 运行一下 前后 对吧 那么继续替换 这里面还有 是不是该抛出异常了吧 抛出异常 要做的事情是 方法 我们的切入点 以及谁啊 我们的那个异常 所以为此到这儿 他注释掉了 好 我们来再写他 就是这个叫什么 after throwing 好 那么方法名 就他 然后呢 接着value 那么value这儿的话 我们说过 你可以写 他 也可以写 他 对吧 那么我在这儿呢 各式各样的内容 都给你写一下 你要看得懂 然后接着 一定记着 要不然运行是出错的 你这儿必须还要有一个 叫做throwing 里面写的是什么 e e e 是不是就 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吧 好 所以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应该没什么效果 要把它干嘛 放开 你再去运行 所以抛出异常 你也就看到了 对吧 然后这是 抛出异常的一个替换 那么替换的是这句话 当然了 这句话写的不精准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然后呢 把这句话付出过来 这是不是才精准的 对吧 站到这儿来 这是他的精准的写法 那么来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叫做替换 抛出异常 好 那么替换的内容 先拿来 所以前面的取掉 那么我就不放小件了 自己看看就行了 然后呢 来到这里 这点信息删掉 因为我们写一个 删一个 最后是这点 好 那么来 最后了 所以那么我们还能剩下最后一个异常 它的名字就叫做 at什么 after 别捣错了就行 用的是上面的 然后呢 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跟刚才一样 写个方法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所以各式各样的语法 我都给你写到这里来了 你最后能看明白就可以了 我们上面注释掉了没有 注释掉吧 可以不注释 不注释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信息 它都打印了 但是没有顺序问题 最终 好 那好了 那么这点信息写完之后 我们来综合一下 注解里面 这话的话 两个替换我们就说完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终的版本 那么最终的版本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切面类 你会发现最麻烦的就是切面类里面怎么写的 所以切面类里面的话 我把它直接粘过来 回头你们自己读一读 因为这里面是各式各样的主解 那么好了 那么这是让你读的 但是呢 现阶段的话 我必须带着你呢 再来沉淀一下 所以我们再来一下我们的这个AOP的那些注解们 我们是不是要在这做下总结 但总结之前的话到这来 Sprint的配置有哪些 Sprint的配置你会发现 是不是最后删完 是不是就变成这俩家伙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用注解的原因 因为配置文件一写好了 永远再不变了 报名确定以后 他也确定以后 数据再不变了 剩下的就是给什么类上面去加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了 好 为此到这里来 AOP注解总结 我们说完它 那这节课就到这 我们刚才都用到了哪些注解了 对吧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注解 我们用到一个名词叫aspect 还记得吧 它是用来声明切面的 对吧 一般就是修饰我们的 修饰啊 修饰我们的切面类 从而 是不是来获得通知的 这是他的目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注解 好 那么第二个注解 我们有关通知的那些注解 通知的那些注解 我们一口气先写完 对吧 那么前置通知 这是不是叫 前置了吧 好 后置通知 after retaining 这是比较后置 然后呢 after 算了 缓绕吧 around 这是不是叫缓绕吧 合弯缓绕 对吧 那么接着 after throwing 这是不是叫做 抛出异常 最后再来一个after 这是不是我们称之为叫最终 这是他的写法 那么 其实你算完就五个 对吧 来接着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声明的 我们的切入点的 切 切入点的 所以我们用的是不是叫做 point point cut 是不是切入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修饰的方法 修饰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都是私有的 没有返回值的 然后呢 写上一个名字 就是这样的结构 然后呢 之后 之后我们是通过方法名来获得它的切入点的什么呀 应用的 所以在哪呢 方法名 扩写 这是他的写法 所以基本上总结完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 这样的话 我们的aspect就说完了 那aspect一共说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基于chamel的 一个是基于注解的 好 那么我们一般用着它呢 做一些自定义的开发的用的 那目前的话 后面用的 目前现在的 后面用的限制的能少一些 但那整个过程的话 你还是希望你自己回头看看它 好了 那么